所以既然你對齊國麻 那我希望呢 今天剛好觀光局也是在你的轄下之一 那我們也希望呢 就這個機會 不要只是有一些那些 好 時間到了 接下來由江兆國議員 我們開始 主席 各位董林 各位區府官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 我想要請觀光局長 請那個燕文 鴨瓶 我們先看一段鴨瓶 好不好 在每個不可能的背後 淬煉 非凡 永不放棄 堅持信念 台中國家歌劇院 讓全世界都看見 局長 請問 你認為這支影片 是什麼樣的影片 國家歌劇院的行銷 行銷嘛 好 那符合現狀嗎 跟現在國家歌劇院 現在的狀況 落成了之後 在觀光上面 在包裝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推出去 行銷 跟現狀有吻合嗎 目前都在整個整理 建設局還有廠商 還在做整個興建工作 還在做興建工作 那現在這個歌劇院 在興建 然後落成 那請問局長 我們接下來的代言人 還會是虎前市長嗎 應該會有新的代言人吧 應該會有新的代言人 但是光光 國家歌劇院 已經是很亮了 應該不需要 另外一個代言人 我想跟局長說明的是 在我們台中觀光旅遊網上面 一點進去 就還是放著這支影片 這個是我們的觀光旅遊網 一點進去 還是這個國家歌劇院 世界新地標 世界新地標的形象 我認為這有點讓人家覺得 好像不知精細是何系 我們市長已經換人了 現在是林嘉隆市長 林嘉隆市長對於歌劇院 之前倉俄的開幕展演 之前倉促的開幕展演 導致後續又要拆除部分的建築 重新裝修在後續完工的這個事情 他也視為是一個前市府的弊案 在他心力除弊在他除弊的項目之一 但是我們觀禮局在介紹台中觀光景點的時候 還是放著這支影片 請問局長那這支影片 我們要宣導的是什麼 要宣傳的是什麼 這個部分 我們會全面去檢視一下 我們網站的所有內容 還有我們各樣的行銷 會完工而且有行政瑕疵的一個國家歌劇院 那我們放在現在的市府的觀光旅遊網 你認為這樣恰當嗎 我們會全面檢討 會檢討嗎 好那同樣這個旅遊網 我再請教局長 那個我們請注意點 請問一下局長 這個江原道是台中哪個地方啊 我們整個大台中 哪一個地方是江原道 我們在觀光旅遊網上 要特別的 來弄一個活動宣傳 江原道體驗之旅 這個原來跟議員報告 這是韓國的那個體驗之旅啦 是在韓國啦對不對 跟我們的那個 他是交換廣告的性質 那其中台中的元素在哪裡 台中的特色在哪裡 台中跟這個韓國江原道之間的關係 或是有什麼淵源故事 原來這個案子裡面是跟我們的花博 還有那個原來我們大概花 每一年的花海的部分 都會有做一些這種類似 國外的這樣的那個共同的交換 花博還沒有幾個年 這個江原道是板國花博 還是那些花博很新鮮 就我知道它是個醫療產業發展的城市 跟花博沒有關係喔 因為他包括他們辦的那個冬季 奧運的部分裡面 我們大概都亞洲地區裡面 有時候會做一些相互交換的一些行銷 我請那個燕文那個點進去 局長你再點進去看 這個江原道 點進去江原道體驗之旅 局長你有看到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 來點下一頁 他整個在下一頁 江原道的簡介特色行程規劃及安排 護照簽證的辦理 全部都是簡體字 全部都是簡體字 中間還寫的2010年起 中國人的簽證制度有所改善 中國人前往旅遊更為方便 這是完完全全 中國旅行社在推銷江原道韓國旅遊 他所做的資料 我們的市府 我們的這個旅遊網 原封不動的把它放上來 而且放多久了 局長你說這個案子這樣已經放多久了 我們現在這個已經放了近一年了吧 近一年嗎 之前的市府就放上去了 之前的市府就放一個中國旅行廁所登的廣告 然後招攬台中人前往江原道去觀光旅遊 那局長你覺得這樣會有適合 我們會前面檢討 你也會檢討對不對 這樣我再請教 我們趕快這個網站 我們要看那個優惠sell 局長這裡有很多啊 打卡啦 然後就打折啦 然後夏日特賣啦 然後各式各樣的拍賣 特價都在上面 我們請教局長 我們放這麼多的送小糧風扇 這麼的特賣的這個用意 這在哪裡 我們這個旅遊平台裡面 其實是跟各個所有的這些旅遊業店家裡面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平台 讓他們也在這個台中旅遊網裡面 能夠把它擴散出去 大概是這個用意 當在地的商家做行銷推廣宣傳 利益不錯 那我請問有沒有收費 我們這個沒有收費 沒有收費 不是用連結的啦 有確定沒有收費 我們這個台中旅遊網 一年 花費218萬 這是委外經營嘛對不對 對 委外廠商有沒有趁這個時候 跟這些店家 收取廣告費用 應該沒有 我們有稽查過嗎 有沒有確認 如果有的話我們會跟他解約 會跟他解約 我們的條約上有寫不準 去跟他們收取其他額外的 廣告費嗎 有 我們大概 有嗎 那七月書要確定有喔 局長 如果沒有可以補上 齁 我現在是希望說齁 一年218萬金銀這個網站 這不少錢 不少錢 不要這樣子放著齁 前市府 在金銀上 他有他的考量 還有他的選擇 但是我們新市府上路以後 我們真的齁 要加緊腳步 要上緊發條啊 過去那些 應該下架的 活動結束的 不適合放到網路上的 屬於政策宣導 甚至跟選舉廣告有關的 通通要把他下架 我們跟廠商之間的合約 要清楚載明 對台中當地廠商有幫助的 我們免費提供服務 我們要把這個大台中這個旅遊 觀光旅遊網 局長你也要三不五十 要上去看 我們的事務官 我們的同仁 都要上去看 這不是簽約 發包出去 就沒有我們的事了 因為現在來台中旅遊的人 真的會上去看 你上面還登載了217個景點 我們大大小小的住宿餐飲 通通資訊都在上面 還有公車的地圖 裡面 我看過還沒有BRT 這個部分 實在是我覺得我們要加緊腳步 後來做後 因為我們管理局是官方網站 可能調訊跟這個旅遊網不一樣 這旅遊網可以弄得更活潑 更有效益 更吸引人 這部分我請局長 我們好好的來檢討 好好的來精進 這一點再拜託局長 我們會盡速檢討處理 好謝謝局長 那接著麻煩交通局長 也很好 局長這 之前有給你討個資料 這個你也應該請坐 我們台中市現在 核發了多少身心障礙停車證 我們那是社會局核發了 因為他牽扯到停車的優惠嘛 是 所以跟我們有關係嘛 是 總共 快三萬三千五百八十張 是 身障停車證 那我們交通局在停車管理上 對於這些身障者有什麼優惠 我們的身障者的優惠就是 停車有前兩個小時免費 對 兩小時免費嘛 對 那 根據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的公有停車場 要怎麼樣去辦理這些停車免費 公有停車場 就是 就是你 你有收到那個證的時候 然後就要 就要本人 或者是載你去的人 然後去這個 類似腳會換這個 這個 Icon的這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有兩個小時免費 那現在 我們的 路外停車場 我這邊接到 民眾的陳情 我們現在 路外停車場收費了 一百一十一個 但其中有八十七個 我們只設了電子的雜欄 沒有收費員 那請問生障者 他自己開車 那他這個兩小時免費 他要怎麼辦 他出去的時候 門口有那個免費隊長機 他就對面就有人叫他講話 所以現在的方式 像你說的沒不對 按隊長機 或是打電話進去 為外廠商 核對證照 然後還要透過監視器 對 來看一下是不是他本人 是 然後才放行 是 你知道這個情侯要多久的時間 有當時要騎 沒人開 有當時要回 有當時要回頭 沒人折 有當時要說 你攝影機 我看不見你的本人 你可以路車 還有我看起來 看說你有 坐輪你有在那裡 我們生障者 就在那個車道 卡在那裡 來給我頂前 他說 他就卡在那裡 後面一直把叭叭叭 門外開就是外開 唯得不足 是 唯得不足 我們一天跟他優惠 兩點鐘而已 要難得出門 要輸用 結果停留下去 沒辦法出來 我們加重局是不是可以跟社會局 來研議一下 有沒有用辭卡的可能 有沒有用其他方式 來解決的可能性 辭卡當然研議過了 但是 因為現在這一種 所謂身心障礙的停車證 現在有濫用的情況 所以 市長 要注意 不要一下就說濫用 濫用 自己沒有關係 社會局 所以你就把社會局亂發 或濫用 我們不可以這樣 濫用是審核 是管理 我現在在說 這個政策 有沒有優惠到 真正需要的人 不是 最近兩個概念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就確定說 是這個人開 還是他們家的人在意 那 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這個地方 沒辦法把關 那我們接下來 對這種身心障礙的 停車的優費 市長 我了解你在意的 但是 把關重要 還是優惠便利重要 所以你發了這個優惠 但是你要嚴格把關 我今天才會說你 為德不足 你等一下想一下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公共停車場 現在 有39個非平面的 有電腿有幾個 有電腿只有十八個 沒有一半 是 那些身障者 停下去之後 坐輪椅的 快順著坡道 自己這樣滑下去 這樣滑下去 有的不是 停在一樓呢 一樓沒有射 射了被占用 害他往上停 沒有電梯下來 自己開車一下車輪椅打開 這樣一直滑下去 對象又有來車 這個我們馬上來做 做清查 我議員剛提的 我聽起來